很多人想学的日本国民料理味噌汤 跟我最拿手的炸鸡块教程 今天也要给大家安排上了 这个视频看完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 要不隔几天就有人来问我怎么做怎么做 你们也知道我做菜手艺也不行 但连我都会做的 你们只要看了也会做 特别特别简单 我就用最简单最审视的做法能教你们 保管你们都能学的会 我不是一个做菜很讲究的人啊 做的不好教的不好 也希望大家多多担待 先来教大家做日式炸鸡块 这个呢我会先准备一份不带骨头的鸡肉 一个鸡蛋 酱油 胡椒盐 薄力小麦粉 准备的材料呢就这么一点 将鸡肉 现在呢先将鸡肉跟鸡蛋呢打进来 然后呢淋撒一些日式的酱油 再倒一点胡椒盐进来 然后呢用手把它给抓一下 这样呢抓好了以后呢腌制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把已经腌制好的鸡肉倒进来 倒入一些薄力小麦粉进来 再把鸡肉放到里面 把所有的鸡肉块全部裹上小麦粉 等油温高一点的时候再把这个鸡肉放进去 现在开始炸 给它翻个面 这一面差不多有点微黄的时候就可以翻一个面了 这样两面都有一点金黄以后呢就可以捞出来了 等会还要复炸一遍 复炸第二遍呢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地方 一遍不要炸太长时间 炸太长时间容易里面会很柴 口感不好 现在再来复炸第二遍 第二遍的话时间就要短一点了 第一遍炸的时间要稍微短一点 不能太长 哇香喷喷的炸鸡筷就做好了 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吃 然后蘸的那个蛋黄酱会更好吃 我先来尝一口 好吃 现在你们知道现在几点吗 半点三点半 然后我在这里吃炸鸡筷 刚刚炸好的炸鸡筷啊 特别好吃 看一下 外焦里嫩 接下来就是做味噌汤了 味噌汤就太简单了 先准备一点水 把水给烧开 接下来就把你们家里有的鱼啊肉啊 只要是你们喜欢吃的食材 全部放里面烧 烧开了以后 把味噌酱放进去就可以了 特别特别简单 没有一点激素含量 先来下豆腐 生菜 蒸蒸菇 才发现新买回来的味噌酱 居然后面的日期磨掉了 妈呀 这是幸亏我自己在店里买的 这要是大家从我直播间拍的 拿到这种就可能会觉得是假货了 现在烧开了以后呢 我就要放一点味噌酱进来了 要把它在里面给搅化 这道菜做的好处呢 就是不用放一滴油 然后其他的调味料都不需要 就只放这个味噌酱就可以 刚开始第一次做 不知道这个咸度啊什么之类的 不要放太多味噌酱进来 稍微少放一点 不够的话可以再加一点 我家海度不吃蔬菜嘛 然后做这个味噌汤的话 他就能吃里面很多蔬菜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简单 一学就会 第一口就是卡拉吉啊 炸七块 好吃吗 妈妈这个不能吃 吃一点点 妈妈昨天晚上四点钟睡觉的 妈妈开始吃过肉 嗯你喜欢吃就行 死锅已经 开豆 我喜欢了 你自己的蔬菜全部吃完了 真棒 妈妈给我一个炸鸡块 炸鸡块不可以 早上两个可以了 老二的便当 吃饱了 谢谢你 很棒啊 全部都吃完了 嗯 小心一点啊路上 注意安全 谢谢 嗯 注意安全啊 妈妈妈 跟我说 安妞哦 嗯 吃吧 哈哈哈 说得这么敷衍 先吃酸了啊 妈妈吃好吃 真好吃啊 真好吃 多吃一点 妈妈吃了 嗯 嗯 美味 妈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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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了 嗯 出来了 妈妈妈 妈妈 吃了 妈妈妈 妈妈妈 很漂亮 妈妈妈 妈妈妈 这一切都很有趣 妈妈妈 妈妈 我利口 嗯 妈妈妈 非常利口 对妈妈妈 妈妈很开心哦 开心我嬉しい妈妈 开心 ヒロ开心吗 开心 妈妈食べ完的电视频 看得いい吗 可以啊 看五分钟 みんな早上 やっていきます 今日もがまって 今日もがまって みんな真かっこいいですか 总是问人家に帅不帅 かっこいいですよ みんなでだいね ヒロかっこいいで言うよ みんなでやった みんなねヒロ好きって言ったよ ママ 今日も早く来てね 知道了 一会一会 俺子で待ってるよ うん わかった 来たよ歩いて行き 早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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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ヒロはママ来たら 家も快心や 早い 早い